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伊波拉病毒爆发已满一年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去年全球因伊波拉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一万人 各国都在努力防治伊波拉的蔓延 我国驻美代表沈旅荀日前代表政府 捐款12万5千美元给泛美发展基金会 协助对抗伊波拉疫情 体现台湾的人道关怀 美国国务院和负责伊波拉事务的官员 都盛赞我方的付出 对于台湾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美国务院也表达感谢并支持 驻美代表沈旅荀代表中华民国政府 捐款给泛美发展基金会 总共12万5千美元 购买100套专业医疗用的防护医 协助拉丁美洲等区域和国家 对抗伊波拉疫情 美国国务院派多位高阶官员 参加这项捐赠活动 负责伊波拉事务的官员更顺赞 台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吻故 美国-Taiwan-Taiwan 相对未有的强调 我们的相关关系 是在历史上 尾巴斯和国家的 美国人和国家的 尾巴斯和国家的 尾巴斯和国家的 约属通过几个月 我们的密集合 在相当兴趣的 尋尋表示 伊波拉讓他想起台灣對抗SARS的經歷 當年台灣不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成員 對抗SARS相當艱難 幸好有美國及泛美發展基金會的支持才成功防疫 這也讓外界看見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需求很重要性 促成了台灣日後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為PADF who helped Taiwan to gain access to W.H.O. for SARS control and relief and eventually helped Taiwan to obtain our observership in the W.H.A.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today we're here also to reciprocate and to do our share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國務院亞太事務局負責台灣事務的官員也出席活動 表示國務院感謝台灣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決心 並且鼓勵台灣以這樣的形式和國際組織合作 中央設計者鄭崇申 華盛頓報導 活力熱情的舞蹈配上甜美的笑容 中華職棒二十六年球迷大會 招來四堆Girls大秀熱舞 把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 吸引大批粉絲高舉手機相機 狂按快門 職棒新球季即將開打 中央聯盟特地舉辦球迷大會 讓球員與球迷能近距離接觸 中央聯盟諾會給球迷好的看球品質 也期許球迷能夠進球場支持職棒 我們會讓大家有更好的看球的享受 不論你在現場或者透過任何的設備 來看我們的球賽 你都會得到最大的滿足 那開幕戰我們據了解 現在已經將近滿座了 我希望今年的票房超越歷年的票房 忠信兄弟 對於各球團 中夕除了要求不能再有假球案發生外 也希望球團能好好經營與球迷的關係 第一個我們必須 不能再有假球的事件 第二個就是我們四個球團 必須很用心地來經營 包括你的跟球迷之間的關係 他們去看球的所有的服務 你的場地的設備應該要貼心 這次球迷大會除了舉辦棒球嘉寧華外 還結合公益活動 舊鞋舊密計劃 由八位球星代表捐出舊鞋 送給第三世界需要的人 莊社記者張欣偉 桃園報導 查理布朗和史努比又唱又跳 為七月在台南開打的第三屆 世界杯少棒錦標賽炒熱氣氛 這兩年一度的賽事又稱為U12世界杯少棒錦標賽 前兩屆在台北市舉行 接下來連續三屆 都由台南市取得主辦權 烏林街來自世界各國共12支隊伍 台南市也特地安排80個國小師生 擔任清晨大使 分別用各國語言接待 展現補塵的熱情 等一下韓文怎麼歡迎他們 台南童心搬用哈密塔 台南童心搬用哈密塔 選定了15個學校 招待來自國外的11個隊伍 包括中華隊12個隊伍 同時也選拔了80個學生 具有英語各種語言能力的 能夠跟小朋友們打成一片 我們會方便他們來到台南打球以外 也希望能夠協助他們了解台灣的文化 會愛上我們台灣也愛上我們的台南 台南市長賴清德 提取台南成為下一個威廉波特 也就是世界少棒的第二搖籃 不僅邀請美國Peanuts 花生漫畫系列主角 Snooby和查理布朗擔任代言人 還特地製作賽事主題曲 世界好棒 為各國集氣加油 中華代表隊 預計五月下旬抵定選手 小朋友各個摩拳擦掌充滿鬥志 我們最想贏韓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瞧不起我們 為什麼覺得他瞧不起我們 聽大人說的 想贏幾分 100分 第三屆U12世界盃少棒賽 7月24號到8月2號登場 由美國 古巴 日本 韓國和委內瑞拉等 12國隊伍角逼冠軍 期盼中華隊拼得佳擊 打響寶島少棒名號 中央社體友紅黃軍張雅萍 特別報道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人民幣行情持續看好 金融業者根據調查估計 國人有超過兩成 已經把人民幣當作投資標的 超過兩成的客人 目前都持有人民幣 然後呢 他也做了很多的分散 然後呢 問他未來六個月內 也有近一半的客人 近五成的客人 國人覺得他 有可能是會選擇 這個人民幣當他一個投資的表現 會怎麼樣 大陸央行中國人民銀行 本月初宣布降息 以刺激經濟增長 台灣金融業者預計 短期來看 人民幣可能貶制6.38元 對億美元 目前中國的這個物價 是低於一個百分點 所以說這個低通膨 還有刺激經濟增長的 這個動作 目前看起來 是中國官方今年 還是很重要的 這個方向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人民幣短限 可能還是會 處於一個 真理的一個狀況 金融業者也指出 美國如果升息 美元會出現獲利了結潮 人民幣具有高利差優勢 以長期持有角度來看 看好投資人佈局人民幣 中央世界吳敬軍 台北採訪報導 印尼台商做工藝 在南部萬丹省一個村莊 發送白米等物資 當地民眾滿心感謝 我們在這個平民區 今天的發放一共有 兩千左右 一千九百三十二分 然後獲得當地的 村長的好評 鄰里的好評 印尼台商組成的慈善基金會 每年都在當地舉辦多次物資發放 和慈善活動 台商事先挨家挨戶的仿視 確認出真正需要幫助的家庭 才會給予物資兌換券 我們籌措自己的資金 同樣做這個發明的工作 最主要是要 聊給印尼人民知道台灣 知道我們這些商人 除了會賺錢以外 也有一點愛心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發送物資當天 上午就湧入人潮 還出動當地軍警維持秩序 民眾扶老稀幼 不分宗教 種族 排隊領取愛心食品 一包包沉墊墊的物資 包有白米 糖 鹽 泡麵和牛奶等食品 對生活困苦的他們來說 有如及時雨 當地民眾牢牢記住 這份來自台灣的愛心 台商則希望賺錢之餘 多多回饋當地社會 有助當地民眾與台商良好互動 莊社記者周永傑 雅加達報導 日本外務省表示 中國大陸和日本兩國官員 19日將在東京 就安全和防務問題交換意見 這也是四年多來 兩國首次安全會談 近年來大陸和日本 因釣魚台主權問題 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誘青政策 讓兩國關係陷入僵局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這次會談 可望使兩國的緊張關係 得到緩解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諮詢台 和裝設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佳華 我們再會 非熟悉 有開期間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從小火 到達— 一邊 第一次 兩個 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